第三十五集 见到卢盈 乒乒乒乒向前自己走来 那少年 仗红着一张脸 转眼间 卢盈便来到他面前 朝着大开的房门看了一眼 卢盈转向少年笑道 罗子 婶呢 罗子朝脸上一擦 却不小心 把脸擦得更脏后 嫩嫩说道 我妈出门了 转眼 她殷勤地说道 阿姨你等等 我马上就把她叫回来 不必 卢盈制止了罗子 笑盈盈地说道 我是来找你的 找 找我 罗子的脸胀得通红 那悄悄瞟着卢盈的眼 也开始光明正大地看向她了 卢盈点了点头 道 罗子 听说你与西街的乞丐都很熟悉 我有一事 想请你帮忙 什么事 你说 罗子双眼发亮 几乎是想也不想 便断然点头 卢盈看着她 嘀嘀地 温柔地说道 可是这事 你得答应我 谁也不说 美人有求 少年自是忙不迭地硬了 她板起脸 拍着胸脯当当作响 这个 阿姨你放心 我们会儿的人 最是讲究一诺千金了 嗯 我相信你 得到肯定的罗子 双颊通红中 卢盈轻声道 我要四个企儿 其中两个 给我盯住一个人 还有一个很会偷东西的企儿 以及城东的那个 滚刀肉的企儿 她缓步走入阳沈的房间 在罗子跟着入内时 见没人注意这里 便扔给了罗子一个钱袋 看着她 她盈盈而笑 可那笑容里 却有着一种 罗子看不出的冷 这是一百枚铁钱 你看着给 可行 一百枚铁钱 买一个家族的败王 你看行不行 行 罗子接过铁钱 刚才还羞涩着的少年 这会儿 已经有了混混的横劲 阿盈 你要对付谁 尽管跟我说 罗子一定跟你办成 卢盈垂眸 静静地说道 我要你们根烧的 是平小七 平氏七郎 他一向喜欢玩 他在成都都住了两年 不过现在 已经回了汉阳城 我估摸 他会出入罪月阁 今年 平氏有两个孙子辈 被推举笑脸 那两人 便是平氏七郎 和平氏十郎 比起性子如何的平氏十郎 平氏七郎 性恋好玩 不过在平氏诸孙中 算是聪明 善于变通的 整个平氏一族 在他身上 是花了大价钱 只盼着他能成为 孝莲光大平氏一族 对于很多富裕人家来说 举笑脸 是唯一的晋升之道 因重秀才 要真才实学 而举笑脸 要求的品行高洁 那就容易多了 这少可以造假 平氏七郎 之所以被寄予厚望 是因为他的秉性 与平老夫人十分相似 且最得他宠爱 手段毒辣 又善于魅上七下 这样的人 其实比一个真正品行端方的君子 更容易走得远 更容易帮家族带向辉煌 而卢营现在 便是为了他与弟弟 以后平稳安然的日子 来实施他的第一步计划 展其意 两人低语了一会儿 卢营便把接下来的安排 以及相会的场所 说了一遍 听到外面传来杨沈的笑声 便朝罗子点了点头 提步走出 出了房门 卢营笑盈盈地唤道 杨沈 哟 这不是阿盈吗 你怎么过来了 杨沈显然有点惊讶 他连忙走到卢营面前 扶着他的手 端详了一会儿 转向罗子骂道 死婆猴 卢营来了 怎么不叫我 卢营连忙笑着 是我不要罗子说的 反正时辰还多着呢 在这里等等婶子 也是应该的 这话说得客气 杨沈爱听 卢营在杨沈家 只寒暄了半天 直到天色渐晚 才离开了杨府 回到家中 卢营早就回来了 见到姐姐 他连忙屁颠屁颠地跑进 委屈地瞅着他唤道 姐 你去哪儿了 怎么回来得这么晚 这孩子 卢营摸了摸他的头 一边朝里面走去 一边低声说道 我在寻人 对付平时 断了断 他微笑道 至于怎么对付的 阿云可以猜一猜 猜不到的话 等结果出来了 我再告诉你 一直以来 卢营有什么想法和行动 从来没有瞒过卢云 他手把手地告诉他 这些阴谋诡计 为的 便是让弟弟 尽快成长起来 只不过 如果可以的话 他真希望教导这些东西 给弟弟的 是别人 而不是他这个姐姐 他只是一个女人 他真希望在他弟弟心中 他是纯洁善良的 而不是现在这般 形势越来越狠 越来越为了达到目的 而不择手段 转眼 两天过去了 傍晚了 平七郎大摇大摆地 走在汉阳街上 一双眼睛不停地 东张西望 张望了一会儿 他突然双眼一亮 脚步加快 朝着一个身段窑窕中 透着火辣勾魂的姑子 悄悄靠近 这少女看身形 约摸十五六岁 正处于女人最美的年华 再小一点 不免色了几分 再年长两岁 又是妇人 只有这般青春娇嫩中 透着火辣 才让人光看身形 便是心跳加快 想到这里 平七郎有点怨对的蠢道 为了那什么三老巡查的事 家里也管我管得太严了 他这人 毛病说起来不少 最重要的一个毛病 就是喜欢拧花惹草 而且越是外面的野花 妓院里要费钱的花 就越是喜欢 至于家里的那几个 他平素看着就觉得厌 实是提不起劲来 而眼前这朵野花 一看 就是个鲜艳蜡手的 只见她一袭艳红的裸裙 红衫 墨发 配上雪白鲜长的玉颈 亭亭玉立的身段 眼前这个少女 竟是罕见的美丽 以及冷艳 便如那月季花 鲜艳刺目 却自在张扬 不过几个月没回来 什么时候起 这汉阳城小小的地方 竟多了这么一个大美人 真是让人看得心痒难耐 平氏七郎搓了搓手 只觉得被强行 禁欲了好几天的心 重新涌起 澎湃铿腔的力量来 大步走到那少女身后 平氏郎深深一依 轻声道 这位姑子 小可有礼了 一依过后 她抬起头 目不转睛地等着少女回头 少女果然回头了 少女这一回头 在花丛中打滚多年的平氏七郎 眼睛竟是一直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凤月无边 作者林嘉诚 演播太太子 眼前这个少女 美丽那是其次 让她心跳加快的 竟是这少女在美丽之余 竟有一种说不出的冷漠 这是一种 无视一切的冰冷 她乌黑的毛子 这般无波无蓝地 看着她 那水润的唇 这般轻轻抿着 再配上她这一袭 红得火辣的衣裳 有那么一瞬 平时七郎竟是想的 也不知把她脱光了 在榻上折腾时 还敢不敢这么冷漠 和高高在上 最喜欢玩刺激 和征服游戏的平时七郎 压住自个儿奔涌的血流 打量着她 又寻思的 看来 是个好人家的骨子 不过只要在汉阳一地 就没有我娶不到的女人 这想法 在她发现 这美人身上的裸起质料 已然陈旧时 就更加有底了 这一刻 平时七郎 涌出一种 志在必得的兴奋来 只是这种兴奋 隐隐也有一种疑惑 眼前这家人 似是有点眼熟 平七郎错了错眉 不过与此同时 她一双眼 还在热切无比地 盯着眼前的少女 脸上的笑容 更是温文尔雅 深情地凝视着这少女 欣喜地看着少女 在自己征服了 无数美人的眼神中 却依然无波无澜 平时七郎的声音 沙哑中 带着几分温柔多情 这位姑子 小可有礼了 说吧 他朝他深深一依 平时七郎表现得 彬彬有礼 站在他对面的少女 却依然平静中 透着冷漠 他静静地盯着眼前 这个一表人才的青年 良久 他勾了勾唇 果然上勾了 这少女 正是卢盈 因着平时七郎 不时被平时一族的人念起 像平音 便在背后 说过他的不少闲话 所以 卢盈对他 还是很了解的 这一次 他特意在当铺里 购置了这么一件 质地不怎么样 式样已经陈旧 只是颜色极其张扬 衬得他雪白的肌肤 特别耀眼刺目的衣裳 还这般在街道中晃了两天 便是为了等他前来 果然 平时七郎看向他的毛子里 燃烧起了沸腾的欲望 见卢盈乌黑水润的毛子 静静地看着自己 平时七郎声音放低 继续沉着声音 温柔地唤倒 这位姑子 卢盈回过神来 他眨了眨长长的睫毛 在艳红硬沉下 白得冷艳的脸孔 流露出一丝迷惑 轻起粉唇 终于 他小心地 谨慎地唤到 你是 七表兄 什么 平时七郎一睁 对上他不解的眼神 卢盈勾勒勾唇 浅浅一笑后 朝他扶了扶 温柔地唤道 七郎 可能不记得我了 我是你表妹阿盈啊 卢是阿盈 什么 宛如一瓢冷水 从头淋到脚 平时七郎 看着眼前 巧笑奄然的家人 第一个念头竟是 该死 怎么会是表妹 而且还是一个 订了婚 就要嫁人的表妹 平时七郎 这两年 一直在成都 平宿里 难得回汉阳一趟 便是回了 也是来去匆匆 他现在还不知道 卢盈已经退婚了 平时七郎 目呆呆地看着卢盈 而此刻的卢盈 又恢复了那种 冷漠娇艳的味道 看着他 衣袖当风的模样 一直顺风顺意 惯了的平时七郎 只觉得心口 像被什么 抓了几把一样 骚痒得厉害 如果不是他订了婚 表妹什么的 也是极有意思的 寻思到这里 平时七郎暗叹一声 而这时 卢盈显然被他 这样目光灼灼地盯着 已经有点恼了 只见他 朝他匆匆一扶 冷冷说道 七郎如果无事 艾盈告退了 说吧 也不再与他多话 腰一扭 转身便走 动作极为利索果断 目送着卢盈远去 平时七郎没有追去 他一直是个聪明人 明知道追上去 没有结果 便不会做这蠢事 只是此时此刻 他那被美人 激起来的兴致 却勃然愈发 整颗心 以喷喷而动 想让他冷静 也冷静不下来 就在这时 一个小心的声音 从他身后传来 郎君 你是平七郎吗 平时七郎 转过头去时 他对上眼前 穿着破破烂烂的乞丐 不由皱起眉头 我是平时七郎 小乞丐文言咧嘴一笑 他赛过来一张纸条 反手朝着身后的 罪月隔一指 开心地说道 里面一个长得很美的姐姐 让我给郎君的 美人给的 平时七郎刚被打击的心 一下子恢复了 他低下头 看着手中的纸条 只见纸箔上 用秀丽纤细的字体 写着一段话 一日不见 如三月息 一日不见 如三岁息 君和其薄情 一别今年 浑然忘了 那红青颠倒 萧金杖里萧魂 这是厌世 这是直白白的厌世 这厌世既有相思意 更有勾魂语 特别是看到最后一句时 平时七郎 猴杰连连滚动了几下 只觉得自己下面都支起了帐篷 这时的他 浑然忘记了家中的警告 他把纸条一收 眯眼一笑 迈着八字布 便朝刚刚开张不久的 罪月阁走去 平时七郎 刚刚步入罪月阁 给他地址条的那个小乞丐 便一溜烟 钻入了一个巷子里 罗子哥 东西到手了 嘿嘿 好多的金啊 罗子把那钱袋 拿到手里 见那小乞丐 恋恋不舍地盯着 不由扎嘴说道 你急什么 我说过 这钱是给你们几个 离开这里做路费用的 到时你们平分 我一钱也不取 好累 小乞丐洗得跳了起来 他是老手 那钱袋一入手便知道 里面有多少钱 平分啊 这里面少说也有一两百金吧 他这辈子都没有 见过这么多钱啊 想到这一转眼间 他们几个小乞丐 便变成了有钱人 小乞丐只觉得整个人 都变得轻飘飘的了 卢盈对身上 这青红伤 颇为不适应 相比起他冷漠平凡的性格来说 这衣裳 太张扬显慕 又特别衬他的肌肤身短 显然并无出格之处 如平英他们 平常也是这样穿的 可素面朝天惯了的卢盈 还是极不适应 因此 点火目的既然已经达到 他就马上赶回家去 来到巷子里 卢盈猛然转过头来 可他四下张望了好一会儿 也没有察觉到异常 便按下纳闷 急急回到家中 换回了他灌肠穿的伤服 换过伤后 卢盈把家里整理一番 估摸着时辰差不多了 再一次出了房门 这时 外面夕阳西沉 而醉月阁 一开始张灯结彩 在醉月阁中 穿流不息的来往人流中 只见醉月阁的妈妈 跟着平氏七郎走了出来 他一边扭着腰 一边笑盈盈地说道 这个平家郎君啊 实在不是妈妈 信不过你的为人 而是这个 自古以来 便没有不带钱 来嫖女人的道理 这再说呢 郎君你也是好久 没有在汉阳出现过的 要不是西月认得你呀 妈妈还真不信你那话 妈妈的声音不大 所说的话 只有平七郎听得见 毕竟 她也是老妖精了 既然答应了 平氏七郎打白条的事 也就没有必要 在大庭广众之下 落她的面子吧 只不过这话 还是得说明不是 怎么着 也得让她记着 虽然没人关注这里 可平七郎这会儿 脸色还是无比难看 她就没有想到 有一天 自己会阴沟里翻船 前辈人偷走不算 还扣了个白嫖的名号 在头上 白嫖 她平时七郎 是这样的人吗 可恨的是 她现在压根就记不起 在哪里丢了钱袋 要是找到了 那个偷到她钱袋的人 她非得折磨的那人 死去活来不可 敢让她平七郎 丢这么大的脸 她要她一家死光光 像她平时一族 在汉阳横行多年 还没有人敢扶过虎须呢 所以 我